天氣方面目前現場處 持續對四個縣時發布了高溫資訊 但接下來的封面好大雨 會連假七天 到底哪些地方 哪些縣時首當其衝呢 機場主播張慧仙為您說明 好 沒錯 觀眾朋友們大家晚安 今天的天氣變化 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們看到今天的天氣 就像是夏天一樣 各地區的高溫都非常的高 來看到高溫的排行了 第一名就出現在台南的預警 39.7度 那麼同樣在台南北辽 也突破了39度 還有的前七名 前八名 通通都是突破了38度的高溫 那麼另外在四個側站 同樣是達到了四月的高溫 刷新了記錄 包含像是麥寮 雲林 嘉義等地方 通通都有這樣的狀況 而明天來說 高溫還是會很熱 要注意防晒 我們來看到明天的高溫預估 主要在中南部地區 還是會達到34度 相比今天來說 當然是稍微的低了一些 不過整體感受還是蠻熱的 而北部以及東北部地區 30到32度稍微的有下降 主要也是因為明天開始 下半天就有封面來襲 也因此溫度稍微的就會趨緩了 我們來看到未來一週的溫度圖了 到禮拜一之前 溫度都還是偏高 而剛提到了禮拜二 禮拜三的時候 封面襲來 因此禮拜二之後 溫度都會稍微的再做下降 大約北部東半部 25到26度 南部地區同樣的還是會達到30度以上了 而在降雨方面 我們來看到剛剛提到了 封面來襲的關係 就在明天下半天開始 封面離我們越來越靠近 因此到時候中部以北地區 東北部東半部的雨勢 都會慢慢的來做增加 而且越晚雨勢還會再更大一些 我們來看到了尤其到禮拜二 以及禮拜三這兩天 封面到時候劇烈的影響 因此包含在西半部地區 會帶來比較大的雨勢 還有在東北部 也容易出現較大雨勢的發生 那麼還有的就是來看到禮拜四 以及到禮拜天這兩天 這幾天來說 還是會有劇烈的天氣發生 因為又有一波封面來襲 到時候包含西半部地區 有大雨發生 東北部還有的中南部地區 通通都逃不要 都會有大雨發生的狀況 我們來看到未來一週 就是會有兩波封面 接力的影響著我們 第一波是在禮拜四三之前 那麼第二波是禮拜四到禮拜六 開始影響我們 要留意當對流發展旺盛的時候 容易出現一些強震風 強降雨以及雷擊發生的狀況 最後要提醒您的 就是在未來一週 天氣狀況都不穩之外 天氣在禮拜二之後 開始慢慢的降溫 不過整體還是蠻暖熱的 那麼同樣的要注意 禮拜一的清晨之前 在金門馬祖地區 容易有低雲和霧的發生 航班資訊記得要先打電話來做確認 再把時間交還給向榮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